好 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要分享的是 危机变成机会的关键 危机两个字啊 中国的造字我觉得是非常有从神来的启示的 危机呢 首先是有什么 危险 对吧 突发状况 意外 危险 险境 危这个字 那机呢 机遇 机会 所以危机两个字连起来呢 其实这两个字就在隐藏一个真理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当遭遇危难的时候 当有一些事情 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神在中间也在给你预备机会 尤其是对于基督徒 对于神的孩子来说 你是一个有神的人 所有的遭遇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挑战 当中都有神给你预备的机会 都有神的恩典在当中 阿们 那今天的主题是 危机变成机会的关键 危机呢 不会自动就变成机会的 那中间有一些关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对于一个没有神的人来说 危机 危险就是危险 问题就是问题 对吧 灾难就是灾难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但对于有神的人来说 圣经说万事都是相互效力的 只为你得益处 所以上帝能够为你 把你生命中所有的危机变成机会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 活在这个世上 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 所以我们的人生也难免会有意外 会面临挑战 那基督徒怎么样在危机中 看见神 经历神 把危机变成转机 这是今天这一期信息的焦点 那我们下面来看圣经啊 圣经中的记载有很多的危机 最后却是经历神超自然祝福的例子 那我下面很简单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亚伯拉罕 在那个时代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萨拉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神所要指质他的地方去的时候呢 他的妻子被埃及王亚比米勒看中了 萨拉可能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嘛 领受了神的祝福 所以就变得年轻美貌 然后萨拉就被埃及王给夺走了 在这场危机当中 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对不对 神最后为亚伯拉罕站台 为他发声 最后呢 萨拉回来了 反而是得到了一大笔的祝福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 来 亚比米勒把牛羊扑壁赐给亚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 亚比米勒又说 看啊 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居住 本来是一场危机啊 当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 被夺走的时候 你想 抢他老婆的人是谁啊 是一个国王啊 你一个老百姓啊 你怎么跟这个国王去抗衡啊 国王有军队啊 你打也打不过他呀 你哭也哭 哭也没用啊 对不对 你就死在他面前都没有用啊 你寻时寻活 你是不可能去战胜他的 所以在这场危机当中呢 上帝的介入 上帝为他发声 上帝为他站台 最后反败为胜 不单是萨拉回来了 而且还得到了 满满的一大笔的祝福 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圣经中充满了无数这样的例子 当西西迦面临这个亚述王的挑战的时候 上帝帮助他 大大的得胜 扭转危机 当约沙法面对四个国家包围他 来攻打他的时候 神与约沙法同在 当他敬拜诈美的时候 圣经说 神就派扶兵来击杀那些敌军 全部都把他们打败 而且收取卤物 收了三天三夜 这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 无数次 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当神介入的时候 危机变成了转机 危机变成了扩张的机会 危机变成了提升的机会 危机使他们得更大的祝福 危机使他们更大的被提升 整本圣经充满了无数这样的例子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重点 看圣经中有一个例子 在以斯帖记这一卷圣经 我们先来看几段的经文 来看第三章12到13节 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 在以斯帖记里面记载 当时整个以色列人 又一次面临了极大的危机 因为当时有一个王叫亚哈水鲁王 他有一个宰相叫哈曼 哈曼是被魔鬼附身的 他要与神的子民对抗 然后就想了一个诡计 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 杀掉 哈曼是很厉害的 是一个宰相 然后真的到了这千军一发 到了这最关键的时候 同样也是神介入 使他们反败为胜 危机变成了什么 转机 危险变成了机会 那透过这个故事的主线 我们从中今天 有一些重要的教导和学习 不管你的事业遭遇了危机 不管你的健康遭遇了危机 不管你生命哪一个层面 现在有怎么样的危机 我相信这个属灵的法则 能够给你带来帮助和启示 一起说阿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简单的了解一下 12节开始 正月13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 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各主的方言 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 传于总督与各省的神长 并各主的首领 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13节 交给义族传道王的各省 吩咐将犹太人 无论老少妇女孩子 在一日之间 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 全然解除 杀戮灭绝 并夺他们的财为略物 下来一个命令 要在12月13日 所有的犹太人 无论是老少 男女 都不放过 要把他们全部什么 解除 杀戮灭绝 种族灭绝 然后要夺取他们的财物 所以当时哈曼 就下达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就制造了这样一个轨迹 要来把犹太百姓 全部都要把他杀掉 好来看四章第一节 莫迪改知道 所做的这一切事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他就撕裂衣服 穿麻衣 蒙灰尘 在尘中行走 痛哭哀嚎 当然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痛苦 也非常的绝望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节 王的御子所到的 各省各处 犹大人大大悲哀 尽时哭泣哀嚎 穿麻衣 躺在灰中的圣躲 因为大难临头了 这一关过不了了 在古代皇帝下的命令 那是什么 那是天子的命令 那谁能抵抗 对不对 你个老百姓 你能跟皇帝 跟朝廷作对吗 肯定要 不只是株连九族 全部整个族都要 把他给什么 解除 要杀掉了 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了 没有人能够给他们希望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了 但记住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后来当神介入的时候 局势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这是今天我们要在中间看到的 也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 危机最后变成了转机 神不只是使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 反而更加的是他们什么 大大得胜 大大扩张 大大被高举 大大得荣耀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挑一些来看 莫迪改 穿着蓝色白色的草服 头戴大惊怪免 前面是披麻门灰 躺在灰中哀嚎 对不对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如同上家之犬 对不对 躺在灰中 头上都是灰 然后不吃不喝 在那里哀嚎 然后头发都是乱的 现在你看呢 穿着什么 蓝色白色的草服 想象一下啊 那个草服对吧 头戴大惊冠冕 又穿紫色系马布的外袍 它是最好的衣服啊 对不对 从王面前出来 还从我皇上的面前出来 苏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 前面在哀嚎 在哭泣 在禁食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 欢呼快乐 就像中国进世界杯一样 中国打败巴西 拿了大理神杯一样 比这个场景更加什么 加倍的快乐 足球拿不拿冠军 不影响我们生死 对吧 但是这次如果神不救他的话 他们都要被株连全逐了 人头落地了 所以他们欢呼快乐 然后十六节 犹大人有光荣啊 欢喜快乐而得尊贵 前面所有人看见犹太民族 都是敬而远之的 免得这个祸惹到自己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他们有光荣 有尊荣 是尊贵的 十七节 王的玉子所到的各省各城 犹大人都欢喜快乐 色摆宴席 吃喜啊 庆祝啊 弟兄姐妹 当你的危机 上帝帮你摆平之后 咱现在聚会人也不多啊 今天在场的人有份啊 庆祝啊 请个小龙虾 又没多少 对不对 摆设宴席 以那日为吉日 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 惧怕犹大人就加入了什么 犹大吉 你看到没有 原来是代宰的羔羊 现在却是欢喜快乐 荣耀尊贵 经过这一轮的危机呢 反而让犹太人的势力 更加的强大 这是他们旺旺没有想到的 这个危机反而成了 他们大大扩张的机会 反而让他们从卑微到高深啊 所以圣经总是这样的记载 总是这样的描述 对于有神的人 对于相信恩典的你跟我 真的人生不管遭遇 什么样的挑战和危机 当中一定有神的机会 这是很重要 你要相信啊 那圣经里面 我再跟大家来看一些例子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圣经里面记载 拉班对雅各的脸色变了 这是危机啊 如果你的老板对你的脸色变了 你全家收入全靠你的 如果老板感觉要赶你走的意思了 不想留你了 对于兄姐妹 这是什么 危机啊 来看圣经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二节啊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 向他步如从前了 这确实是危机 好像是危机开始了 但是上帝说 这是雅各回家的信号 这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这是另一个方向机会 已经来临了 要转向另一个方向和机会 所以雅各就回去了 上帝就赐福给他 成了大族 成了大国 对不对 从拉班向他的脸色变了之后开始 他从此走上蒙福的旅程 如果你老板要赶紧走了 或者说这个行业经营不下去了 不要灰心难过 记住这是你接下来做大事的开始了 哈雷罗亚 在他手下没前途 没出息 哈雷罗亚 阿们 上帝要祝福你了 阿们吗 你要有一个更大的祝福 要领到你了 阿们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迫害 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四百年 然后法老对他越来越迫害 越来越迫害 前面还可以忍受 后面就越来越忍受不了了 到一个地步是 凡是以色列百姓生的男孩子 都要扔在尼罗河里面淹死 然后女孩子要嫁给埃及人 这样就 男鼎越来越少 财产都要被埃及人给夺走了 好像是危机啊 好像也是到了什么 关键的这个 最紧要关键的关头 但是上帝说 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得应许美地的时候 到了 阿们 那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有一个人叫拿尔米亚 他的危机是他修正错误 回归上帝怀抱的开始 有一些危机我们必须承认 是因为我们的自意导致的 是因为我们的错误导致的 是因为我们走迷了路导致的 但是没有问题 当危机临到的时候 神的心意是 要你回到他的怀抱 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 阿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圣经啊 怎么来记在拿尔米呢 路德记一章第一节 先来看一下 当世事秉正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记住哦 他们是神的选民 摩押在旧约里面是被咒诅的 摩押人的后代 到时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摩押是偶像崇拜罪恶之地 在旧约时代 摩押是被咒诅的 神是不允许他的子民去到摩押的 但是他居然 居然什么 带着老婆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居住 然后后面发生了什么呢 来看下面的经文 第三节 后来拿尔米的丈夫 以利米的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继续来看第五到第六节 再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他两个儿媳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毁 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于他们 在这里你看到什么 拿尔米的危机 是他修正错误 回归上帝怀抱的开始 弟兄姐妹 有时候危机领导 真的是修正的时候到了 是调转方向的时候到了 危机可以修正错误 带出最美好的结果 所以有一些危机啊 我也相信 神有时候也借着环境 来管教我们 他让我们认识自己 让我们走进神的旨意当中 阿们吗 那最后拿尔米就回到 伯利恒去了 回到上帝怀抱当中去了 最后呢 最后就开始了 美丽的爱情故事嘛 他的儿子路德 就遇见了波阿斯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大卫就从路德 波阿斯出来了 成为大卫的祖母了 拿尔米就成为 大卫的祖母了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后面 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他们遭遇危机 拿尔米遭遇危机 然后在危机中 调转方向 修正自己 重新回到神的旨意当中 开始 所以我再说一次 有一些危机 如果在家庭 在生命中发生 也许你停一停 先想一想 也许是神要你调转方向 也许是神要修正你 也许是神要调整你 当你在危机当中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上帝就为你翻转一切 美好的结局 在等着你 一起说阿们 阿们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以示贴记 讲到犹太人 我们来看再一段经文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前面是要被杀掉了 对不对 整个民族要被灭亡了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神把危机变成转机 扭转一切的时候 来看二十二节 以这月的两日为 由大人脱离仇敌 得平安 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的节日 在这二日色宴欢乐 彼此亏松礼物 周记穷人 跟我说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 真的整个以示贴记 很神奇很奇妙 上帝在中间 上帝也要使你的人生 不管今天正经历 怎么样的危险和挑战 或者说怎么样的困难 摆在你的面前 你要相信神能够使他 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 抓住这个应许 好吗 下面的信息 对你来说很重要 上帝使你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的关键是什么呢 要不请听下回分解 没有 今天要讲完 今天必须要讲完 今天不讲完 不要让我走 OK 下面跟大家来讲三方面 在整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虽然说大体上 我们大哥也知道 那肯定是要来到 神的面前 等等之类的 好吧 肯定是要听恩典的道 毕牧师 你又叫我听你讲道 OKOK 但是中间 还是会有一些亮光细节 也是我们平时没有看到的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切入点 在这个新的一个启示的切入点当中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领受跟体会 愿神祝福我们 Amen 好那简单来说 讲三个方面 第一 向神祷告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是最重要的 这是需要一直被提醒的 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挑战当中 所有一切的翻转 离不开你 来到神面前 向他祷告 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 以示帖记四章15到17节 以示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 因为莫迪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就是整个犹太民族要被灭掉了 然后16节他说 你当去召聚苏山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禁食就是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不是为了饿肚子而饿肚子 而是在表明说 我祷告比吃饭重要 就是我不想让吃饭 其他的闲杂事情来影响我来寻求神的心 禁食祷告是代表着 我更加专注来到神的面前 是表达我的心态 就是极其迫切我要来寻求神 极其重要的要来寻求神 我现在找到神 神听我的祷告比我吃饭重要 比我喝水重要 确实是 在这么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时候 没有什么比现在神帮助他更重要了 不吃饭不喝水不会马上死 如果现在没有神的介入的话 整个民族都要被灭掉了 所以禁食祷告是 禁食祷告跟平食祷告有什么区别 禁食祷告是上升一个程度 代表着说我更加谦卑的 迫切的需要神的帮助 代表着一种专心寻求神的态度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重大事情 禁食祷告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天天早上不吃饭 这是禁食祷告 不 你这是饿肚子 这不是禁食祷告 我自己也不吃早餐 我从来不说我自己是禁食祷告 恶一顿不算禁食祷告好吧 你如果连续三天 每天都是早中不吃 晚饭五点钟吃饭 如果连续三天 为了某一件事情 主啊我要来向你祷告 这才代表着一种禁食祷告的状态 不是为了减肥我不吃饭 这都不算 这不算 好吧 这不算的 所以他选择了什么 禁食祷告 他说为我禁食祷告 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唯利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当时那个王已经很久没有见以示帖了 王嘛你想三宫六院 对吧 那肯定都是后宫家里三千 这些男人肯定是喜新厌旧的 你以示帖长得再好看 见久了都不行 估计已经好久没有宠信他了 当时有一个有一个法则是什么 如果王没有宠信你 你自己擅自去见王的话 那你王如果一生气 没有向你伸出金帐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人头落地 所以哪怕以示帖贵为皇后 但他已经没有得到王的召见 很长时间了 下面我会告诉你 下面有恩宠 王突然之间就一夜之间 就爱上他了 就特别爱他 要把国的一半都要给他 这个就是有恩宠 当神介入的时候 本来老板要把你开除了 突然之间你今天聚会结束之后 然后你星期一去上班 某某人你过来 我决定工资要给你涨一半 加一倍 不要觉得奇怪好吧 记住我们的小龙虾之约 两斤 所以在这边我要跟你说 这个以示帖已经很久没有被王召见了 所以他现在是要有急着有事要去找王 所以他是属于唯利进去见王 如果王没有向他伸出金帐的话 他就要人头落地 他说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提改造以示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召去大家一起祷告 人多力量大 如果你遇到一些极其大的挑战 不单要自己祷告 如果你家人能跟你一起祷告最好 如果不行来教会 每个礼拜我们教会都有人 牧师也在一起为你祷告 哈雷路亚 大家一起祷告 阿妹 所以祷告带来了以示帖记 整个的翻转 向神祷告 那圣经里同样也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也来看一下 西西加也是一个王 当时是一个王 他的问题是遭遇另外的王的侵略 亚述王 亚述王是非常强大的亚述帝国 当时的以色列南国 肯定都是斯丹利伯 国力各方面是远远不如亚述帝国的 要来侵略他们 要毁掉他们的信仰 要把他们掳走 要把他们全部都杀掉 同样西西加面临着王国的危险 非常的危急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办呢 从死者手里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加向耶和华祷告说 他在危机当中他怎么办 向神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坡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侧而而听 耶和华求你睁言而看 要听西拿基利打发死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继续来看下人 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势 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那这段经文记载西西家同样面临这个危险的时候 他向神祷告 其实我要简单地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一个祷告内容 再来看回到十四节 OK 这两段经文 OK 那这个祷告内容堪称是 基督徒面临危机祷告的经典范例 一个很经典的示范 你看他是怎么祷告的 那简单来说啊 十四节 西西家从死者手里接过信来 看完了 然后呢 就上耶和华的殿 注意啊 这里有什么学习的 接过信来看完 上耶和华的殿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 都会接到不同的信 你们平时上班的人 如果老板不想要你了 一般会怎么做 会给你发辞职信吗 退职 辞退信吗 或者给你发信息 你不用来了 就类似于这种吧 会不会直接不见你 人直接给你 给你发一条信息 或者发个email 或者发个什么东西 就是你 你不用来了啊 然后你的合同 反正下个季度到期嘛 工资也给你 你可以滚了 有没有这样的 有吧 如果有合同的 合同没到期 他可以补你工资啊 让你滚啊 是吧 他不想见你了嘛 所以人生当中 我们会接到不同的信嘛 你原本还想在这个公司 大干一场的 对不对 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结果被辞退了 或者说 你遇到一些什么挑战了 然后你也没有想到的 结果 有人告你了 法院的起诉信 寄到你家里了 有没有的 船票寄过来了 也有嘛 对不对 或者你去医院一检查 你拿到了什么 检查报告 对吧 或者说啊 你你考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你落榜了 落榜信也收到了 或者说你 你申请美国签证 你被拒绝了 申请被拒绝 你也会收到这个被拒绝 被辞退 被拒绝 反正我们人生都会接到什么 不同的信 会接到不同的那些 让我们痛苦 让我们感到绝望 让我们如同晴天霹雳般的那种消息 对吧 我们总是会看到这些 可能你也学人家炒股啊 你也买了很多的股票进去 你好不容易登录去看一看 一片绿色 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什么 晴天霹雳 好环保啊 对吧 等等啊 我们都会接到不同的这些消息 或者说你孩子在学校啊 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说这个孩子我们交不了了 你自己带回去吧 他已经没有学校可以读了 他已经换了很多学校了 对不对 那你也会感到什么晴天霹雳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啊 总是会接到不同的噩耗 或者让我们觉得 新被提起来的那些消息 弟兄姐妹 如果你听到这些消息 你接到这些信 你会去做什么呢 你会去做什么 这是关键 西西家去做什么 上耶和华的殿 来教会 赶紧联系牧师 最近有聚会嘛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找你了 牧师 现在还有聚会吗 还在老地方吗 还在还是老时间吗 并不哪里能听到你的道啊 我已经两年没听了 赶紧给我发几篇过来 还是说你会去做什么呢 但你听到这些之后 有的人会去做什么 哪个地方能喝酒啊 先去把自己灌醉对吧 去找个酒馆 把自己喝得烂醉 或者什么 消沉 啊完了完了完了 手机也砸了 然后在家里 不吃不喝 半个月不出门 那西西家他 接到这些信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 上耶和华的殿 然后上耶和华的殿 去干什么 将书信 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今天这里 我要告诉你说 西西家的这个祷告 是一个最完美的基督徒 遭遇危机的 一个祷告的范例 他把书卷展开在 耶和华面前 把内容摆在神的面前 并且呢 他祷告怎么说 他说出自己的感受 弟兄姐妹 他说出自己的遭遇 他说出自己内心的感觉 他也把所有问题的 那个严重性 一五一十地告诉神 我们再来读一下 你看他怎么说 他都坐在二基督伯上 耶和华以色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真创造的 他说求你策而耳听 耶和华求你睁业而看 他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迫切性已经说出来 他说要听西拿基利 打发死者来辱骂 永生的神的话 来十七节 耶和华你看他说 亚述诸王果然是 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他也说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也讲出了事实 我们基督徒不是说 面临问题的时候 当个鸵鸟 然后逃避 不是的 他确实也把事实说出来 你祷告的时候 有没有把事实告诉神 按人来看 癌症就是没有医的 按人来看 你已经亏了那么多钱 这辈子不一定能挣回来 按人来看 这么庞大的债务 真的很难还清了 按人来看 这个挑战问题这么大 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呢 你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看他 他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神 他说亚述诸王果然是 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他说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中 因为他本不是神 他说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 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惧怕 我再说一次 西西加跟神讲他的困境 跟神讲他的危险 跟神讲他所面对的一切 所以记得 祷告不要含含糊糊 不要只是说 神啊救我 没了 那就一秒钟就讲完了呗 不要只是说 当然当然有时候你发生车祸 你来不及了 神救我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现在面临很大的危机挑战 牧师教导你如何向神祷告 真的不要笼统 不要含糊 不要只是说神救我 你的祷告要清清楚楚 把你所面对的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说清楚 西西加甚至把自己的恐惧 害怕都告诉神 这是很好的祷告范例 所以记得 怎么祷告现在弟兄姐妹 把你财务的状况告诉神 把你所经营的困难告诉神 把你所受的打击告诉神 把你孩子的问题告诉神 把你家庭婚姻夫妻的问题告诉神 说出你内心的感受 下面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祷告很重要 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来医治你的心 记住在神解决你外面的问题之前 神一定要来恢复你的心 神一定要来调整你的状态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神的医治 感受到神的温暖 感受到神的安慰 感受到圣灵的引导在你的心中 如果你很笼统的话 你很难经历神对你自己的医治和释放 其实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你看啊 你去辅导 辅导两个人 比如说他俩有矛盾 如果只是笼统 很难的 你知道专业的辅导 或者专业的那些和四老 或者你去看那些什么 什么电视节目 有些不是专门和四老吗 老娘舅啊什么的 对吧 和四老啊 就专门解决人家纠纷的 对吧 他俩本来是好兄弟的 但现在已经反目成仇了 已经是血海生仇结下来了 你知道他会怎么做 把两个都叫过来 让他当面 让他就是让他要讲清楚啊 你不要只是说 啊没关系 我原谅他了 我无所谓 随意 我无所谓 问题没有解决 一定要让他讲清楚 然后他他终于开口了 就讲啊 五年前那一次 啊他怎么对我的 后来又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打断了 等一下 不是不是那样的 拜拜 你先给我安静 你先给我安静 让他给我讲清楚 让他讲清楚 或者两夫妻吵架也一样 让一个先讲清楚 然后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讲半天 一五一十的 哦 讲了一个小时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人 马上要解释嘛 对不对 就按住他 不让他解释 让这个一定要先讲清楚 让他的话全部讲完 跟我说讲完 好了 然后现在你说 他也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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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一对 其实没什么矛盾嘛 一点点事情嘛 哎呦 原来是这样的嘛 你的心态也是好的嘛 理解有误嘛 沟通上 有有有有有 有点小瑕疵嘛 有点小问题嘛 两个都讲完了之后 你问他说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呀 说出来了吗 就好了嘛 我也没事了嘛 问他说 那你那你现在呢 原谅他了嘛 哎呀 都讲清楚了 讲开了嘛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嘛 好两个人来个拥抱 啥事都没有 两夫妻也是这么和好的 对不对 什么兄弟反目成仇 也是这么和好的 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发现 所以有一句话 他说沟通 最高级别的沟通 就是倾听啊 就是听你说啊 听你说啊 我以前是没有耐心 听人家说话的 我以前总是说 讲重点 一分钟讲完 直奔主题 概括一下 我以前也是这样 确实咱们都是属于 生活中都是比较 雷厉风行 做事的人 真的没有时间听你啰嗦 但我发现 这样不行啊 这样他得不到 医治跟释放啊 所以你做一个牧者 真的要被神塑造和改变 我后面就很聪明了 我说你讲 他如果他语音电话 我说你讲 我就开到免提 我就先忙我的事情 自管他讲 我说继续说 其实我也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有时候他是河南话 河南话 种种种种 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是上海话 我也听不懂 反正你就自管讲吧 反正让他讲就行了 15分钟 20分钟之后 我说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了 那我现在要开始跟你讲了 但是牧师不用讲了 我已经得医治了 我有事了 先下了 好了 我都不需要祷告 他已经得医治释放了 对用姐妹 真的 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 倾听啊 听他的倾诉啊 去听啊 因为当你述说出来之后 你会得释放 得医治首先 这是人跟人之间啊 其实神想要医治你 神想要释放你 圣灵渴望来带领你 天父的爱 渴望来安慰你 鼓励你 所以你一定要说 跟神说清楚 祷告不要笼统 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 一无一时地说 把你自己的挑战 甚至把你的心情 把你的状态 把你所面临的危险 把你内心的惧怕跟恐惧 把你的不满 把你的委屈 全然地告诉神 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西西加的这个祷告 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范例 尤其是在危急危难当中 来看大卫也是这样子 四篇一百四十二篇第二节 大卫说 我在他面前 投入我的苦情 承受我的患难 大卫怎么祷告啊 投入我的苦情啊 我很苦啊 告诉神 弟兄姐妹 所以做牧师我有时候 也要告诉神 主啊 吐露我的苦情啊 承受我的患难啊 弟兄姐妹 你遭遇什么 你告诉神啊 祷告这个跟神说的过程 是神一致改变 我们这一个人的一个过程 当然神会改变环境 但神第一个要改变的是 我这个人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祷告这个过程很重要 尤其是要详细地来祷告 来述说 因为你祷告跟神说 这一个过程 是神一致改变 我们这个人的过程 神在改变环境之前 神第一个要改变的是 我这个人 通常人最希望的是什么 人最希望的是 我一祷告 神就赶快改变环境 事情快点给我解决 这是我们内心希望的 对不对 但神最关注的是你 而不是环境 神最看重的是你的成长 你的改变 而不是一切顺利 对于神来说 你比所有的一切更重要 对于神来说 我这个人 比我的事工更重要 神关心的是我 而不是事工多大 名气多大 而不是说外在的东西 弟兄姐妹 神最关注的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的环境 所谓的环境 我再说一次 当然神非常愿意 改变你的环境 但神一定要先得到 这一个 你这个人 让你这个人 在这个环境中 成长 被调整 对吧 改变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祷告 要在神的面前 像西西家一样 诉说你所遭遇的一切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 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神能够轻轻地来调整你 调转你需要调转的方向 一起说阿们 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关键 向神祷告 当他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神要做的 神预备环境 我再说一次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接下来会为你预备环境 神会在环境中 为你预备天使地利和人和 来看以色帖记 第六章一节到第二节 当他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那夜王睡不着觉 神让他睡不着觉 兄姐妹是不是有人欠你的钱 都没有还 当你这样向神诉说的时候 那个欠你钱的人已经睡不着觉了 你的老板是不是 或者你的什么 什么甲方乙方 是不是已经欠你很多钱了 但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睡不着觉了 他要主动地来联系你 来看啊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王那一夜就睡不着觉了 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 念给他听 很臭巧 怎么不要听金庸武侠说书呢 怎么要听历史书呢 他从来不学历史的 这回要听历史呢 心血来潮 神死他心血来潮 神死他睡不着 神死他那一天就想听历史书 天龙八部也不要听 对不对啊 鬼吹针也不要听了 他就要听这个 然后第二节 正遇见书上写着 刚好就听了这一段 王的太监中 有两个守门的 批探和提炼 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 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皇后 注意哦 睡不着 听历史书 听到哪一段 听到莫迪改救了王一命 别忘了 哈曼要杀谁 杀以斯帖莫迪改 所有的犹太人 这个时候听书 听到这一段 也就是说在 以斯帖建王的前一页 这段历史书上的记载 王听到了 王被提醒了 所以王无形之间 已经增加了 对莫迪改的好感 对以斯帖莫迪改 这帮人的好感 对吧 本来没有感觉的 那哈曼说杀了 杀了就杀了呗 对他来说捏死几只蚂蚁啊 对不对 那些封建王朝的帝王 那杀人就是一声令下 对不对 肯定就是人头落地 对他来说无所谓的 但是他已经听到了 莫迪改这一个名字 他已经 莫迪改这个名字 已经加深印象 在他的心中了 为后面的故事 已经铺路了 弟兄姐妹 已经增加了 对以斯帖莫迪改 犹太人的好感 好来下面来看 七章第二节 在第二次宴席前 王又问以斯帖说 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国的一半也要给你 怎么突然之间对他那么好 哎 前面已经 以斯帖被打入冷宫很久了 好不好 他说我要为力进去见王 王已经好久没有宠信他了 你想 后宫家里三千嘛 一天换一个 应该也要到十年之后 才见到以斯帖啊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 前面都已经 前面他小命都快保不住 万一我要去见王 如果王不想见我 那我就人头落地了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突然之间对他那么好 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 突然之间老板对你很好 求着你说你能不能不要走啊 我把股份给你 求你了 有可能会发生啊 对吧 就你看突然之间对他这么好 皇后以斯帖啊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为你成就 哇 我要上班 我老板对我说 你要什么 小兵 公司的一半股份都给你啊 咱们上市公司啊 哇 就就类似于这样子啊 OK 突然对他这么好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神的恩宠要领导你 当你祷告的时候 恩惠要遮盖你 哈雷罗亚 阿们 创世纪39章第四节 约瑟也是一样啊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一个奴隶 突然之间 主人对他这么好 恩宠 当你祷告的时候 恩宠夹在你的身上 让你无论在职场 在社会 甚至让你在仇敌面前都蒙恩 那个要害你的人 突然之间跪下来求你 对不起你 我得罪了你 对吧 那个以扫就是这样 以扫本来要害雅各的 那一夜雅各在雅坡渡口 与神摔跤祷告 第二天 以扫变了一个人 见到雅各就痛苦 兄弟啊 我好思念你啊 本来是要去追杀他的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当你有神的恩宠的时候 耶和华是仇敌 与你和好 阿们 阿们 那继续来看 出埃及记二章五到第六节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她的死女在河边行走 看见箱子里在 芦苇中 就打发一个死女拿来 第六节 她打个箱子 看见那孩子还是哭了 摩西嘛 有恩宠啊 摩西的父母是敬畏祷告神的人啊 当时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孩子被扔在河边 结果孩子哭了 哭了之后 来 这个法老的女儿啊 这个法老的女儿是公主殿下的吧 长公主殿下 公主啊 殿下 就怜悯她说 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就怜悯她 你祷告 神就叫怜悯领导你 神会让老板怜悯你 某某人啊 你这么好 你以后啊 只要你那个什么教会有活动啊 你就去吧 就不要跟我请假了 只管去 阿们 怜悯你啊 否则你 你天天要来聚会 找个理由 哎呀 我又加班 又扣我工资 又这那的 你得祷告 奉主的名 聚会时间必须要预留起来 阿们 就怜悯你啊 弟兄姐妹 哇 就怜悯啊 真的 《戴经理书》一章第九节 神使但一里 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 受怜悯 把自己的名字带进去 神使我 无论在谁的面前 对吧 老板也好 职场也好 家里人也好 亲戚朋友也好 邻居也好 蒙恩惠 受怜悯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 祷告 神的怜悯 恩宠 恩惠 会遮盖你 神会让你受怜悯 别人就想可怜你 就想帮助你 真的 你那个什么官司 有个顶级律师会跳出来说 不要律师费 我要报你打赢了 必须属于你的都要夺回来 属于你的权益不能受害 而且要加征你的 加倍地给你精神补偿 必须要这样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要怜悯你 弟兄姐妹 这是第二点 第一向神祷告 第二 神预备环境 第三 神赐智慧和勇气 当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 不要慌 不要乱 首先先来祷告 然后神会赐下智慧和勇气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以色帖第一次王问他求什么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要 第二次才要 来看啊 来来 第一次刚才读过的经文 王对他说 皇后以色帖 你要求什么 国的一半也给你 以色帖没有要 他说 王若以为美 就请王带着哈曼 今日铺我所预备的宴席 为什么没有要 因为时机不成熟 因为一个向神祷告的人 他内心能够感觉到 太早了不行 火候还没有酝酿好 因为那天晚上 王睡不着觉 因为太早了 王都还不知道目的该是谁 对目的该没有好感 你知道吗 对这帮人 因为提前说了 王还没有对目的该的救命之恩 表达出感谢跟感恩 所以那天晚上 王才睡不着觉的 所以提前说不行 所以一个向神祷告的人 内心会更加敏锐 圣灵的带领 你会更加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做正确的事情 说正确的话语 所以第一次 以色帖 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要 所以不要急着说话 不要急着做什么事 遇到危机挑战 先来祷告 先听这篇道 回去听三遍 再来听第四遍 来看看有什么带领 来下一段 第二次来 这第二次在九席宴前 王又问以色帖说 皇后以色帖 你要什么 我必吃给你 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 第三节 这个时候你看他怎么说 这回答真的太有智慧了 他没有怒气冲冲地说 我要哈曼这个狗头 他没有这样 这样就完蛋了 你这么说 真的好事都搞砸了 他怎么说 他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以为美 我所愿的是 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是 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真的很有智慧 他没有攻击任何人 如果换了是你的 的话我要这个 敖拜这个 把这个哈曼的狗头 对吧 那你就把哈曼给搞起来了 哈曼就立刻朝廷上 文武百官 就是肯定要 要要要要要 要附和哈曼的呀 弟兄姐妹 你知道哈曼是谁 扳倒哈曼是一件 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 可能你圣经平时不读啊 你对哈曼这个角色 可能你不太理解 那我简单用中国古代的人来说 哈曼这个时候是 亚哈水路王眼前的大红人 相当于敖拜 康熙皇帝都拿他 没办法 你一个微笑宝 你先把敖拜给搞了 相当于敖拜 文武百官 见到敖拜 都是瑟瑟发抖啊 敖拜如果可能 陆顶记看了太久了 那就另外一个人 这样吧 锦衣卫里的 东厂公公魏忠贤 对 太子先他问题是 那个明朝 那个皇帝 是掌握在他的手中啊 他掌管朝政啊 哈曼是什么人物啊 相当于比 敖拜 比这些魏忠贤 比这些吕布韦还厉害 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皇帝需要靠他 很厉害的角色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 稍微不慎 或者稍微不注意 不单是坏了大事 救不了自己 而且会立刻在朝堂上 就会被他拿下 所以你看 经过祷告之后 他做的决定 讲的话 都是恰到好处 而且是什么 充满了智慧 他没有攻击任何人 他说 我只求王 将我的性命 和我本族的性命 赐给我 谁听了都会可怜他呀 你什么江山 傍逼江山 不要 崇华富贵 不要 你只要自己的命啊 这个亚哈水鲁一听说 该死 谁大的要你的命啊 这个我怎么能放过他 所以无形之间 在整个宴席之上 朝廷的大臣们心中 就已经对这个弱女子 产生了怜悯跟同情 他只求自己的性命 如果他现在说 我要黄金一百万两 那又搞错了 对不对 他没有要这个 他要自己的性命啊 有智慧 有聪明 所以当你真的 祷告 寻求神 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神都已经给你 预备了一条路 都有恩典在中间的 神给你智慧 结束的时候 牧师为你祷告 给你智慧 照智慧行事 不是照着我的眼神行事 照着什么 智慧行事 最大的笑话嘛 就是那个 金庸武侠 那个色调英雄传里面 江南七怪 那个老大 柯真恶 不是个瞎子嘛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一会儿看我的眼神行事 要圣灵带领你 说该说的话 好吧 谨慎行事 智慧行事 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真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 一句话说的何以 就如金苹果落在什么 银王子里 神给你智慧的话语 对你的孩子 有智慧的话语 对于客户 有智慧的话语 对于你的家人 丈夫 有智慧的话语 甚至对于你的仇敌 给你智慧的话语 以色亚书十一章第二节 那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要求什么 求神的灵 这里有 神的灵有七个称呼啊 是一位灵啊 圣福圣子圣灵 独一的真神 但是三个位格 也是一位圣灵 但是这一位灵呢 可以有七个不同的名称 耶和华的灵 第一个对不对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 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七个名称 都要落在你的身上 一起说阿们 好不好 在危机当中 向神祷告 神预备环境 神赐下智慧和勇气 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 哈雷路亚 掌声荣耀归给神 阿们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哈雷路亚 我们一起来举手来祷告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扎美主 主耶书 我们感谢扎美你 主啊 我把每一位家人 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啊 不管今天他在现场 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听到音频 或者看到视频 领受到这一篇的信息 神啊 你知道他生命中 所经历的一切 因为你爱他 主啊 你的眼目 辩查全地 主啊 你的眼睛 看到你的百姓 所遭遇的挑战和困难 天父啊 他们每一位 都是你所最爱的 耶稣 你已经为他 使在十字架上 你已经把全部的爱 都已经给了他 主啊 你爱我们每个人 爱到一个地步 已经献出了你的生命 流出了你说的血 你爱我们到底 主啊 当我们遭遇 这些环境困难 和危机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了 神啊 你必要来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 圣灵啊 你要介入在 我们的生活 生命当中 当我们向你 祷告的时候 你就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聪明 赐给我们勇气 亲爱的圣灵 你带领他走每一步 带领他说 当说的话语 带领他做正确的决定 我把所有听到 这篇信息的人 都交在天父的手中 当我们用信心 去领受这个话语 这个应许的时候 主啊 美好的事 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了 美好的结局 就要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了 天父 你能够使一切的危机 变成转机 使一切的危险 变成机会 使我们大大的被提升 大大的被扩张 大大的被祝福 愿神的恩惠 恩宠 加倍地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让他在神 在人 在任何一个环境里 都是蒙恩宠的 蒙怜悯的 在周遭的人眼前是蒙恩的 耶和华的荣光 降在每个人的身上 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